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不断向蓝水海军发展 远程投送能力将更强 二是舰艇数量将不断提升 三是以航母为基础的大编队作战能力将更强悍 从数量上来看 到2020年末尾 国产舰艇或计划部署20艘以上的现代化中华神盾舰 还将继续发展052D的后续舰和055万吨大区 而根据2020年5月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 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中称 国产第二艘航母深冬舰已经下水 并且着手开始完工第三艘更为先进的航母 预计吨位将达到小英级的水平 将是一艘配备电磁弹射技能的先进大型航母 而根据外交官杂志军事专家的分析 到2025年 国产水面舰艇中航母数量将达到4艘 第三艘和第四艘很可能是同级舰艇 而顿舰的数量可能达到或超过30艘 当然 这数量还未计算正在持续建造下水的国产两栖攻击舰 和已经在研制中的076型无审机两栖攻击舰 由该型舰艇为核心组成的两栖打击群 将强化远距离的投送能力 能够在远离本土航空力量支持的情况下 在沿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的两栖垂直打击 毕竟航母作为敏感的高架值舰艇 很多时候是威慑力的象征 而大多数常规政府更合适两栖空击舰执行 而以航母为核心的大规模航母打击群 则是重点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挑衅 实际上 输国有3到4艘航母 足以对太平洋 印度洋司令部的 美海空军力量构成优势 从目前来看 055大区 052DL盾舰和航母山通舰 都并为未来国产舰艇的最终型号 随着全电推进反导技术 电子武器和激光能量武器 和第五代舰载机等新技术的应用 未来将继续出现改进行的055黑核动力航母 下一代通用巨主舰和护卫舰等等 而具体建造数量还不清楚 但是不知一提的是 现在国产舰艇的建造产能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 不排除目前在舰型号总体上适用 小批次追赶美海军现有技术水平 一旦新型舰艇的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美海军后 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建造 毕竟作为造船工业大国 不管是在技术 资金还是人力资源上 都完全有这个条件 而专家也指出 在国产舰艇不断追赶的同时 美军花费巨资建造了新型朱姆沃尔特舰 但是在实际中对抗中却毫无用处 目前还在建造的滨海战斗舰 作用还部署普通的4000吨级护卫舰 精力打造的福特级航母 也因为电磁弹射技术的原因 以及舰载机迟迟无法形成预计中的战斗力 而这种种种情况或将导致双方军力失衡 在快速的追赶之下 美海军先议的不管是水面舰艇 还是舰载机或是海军陆战队都不像以前有20年左右的绝对优势 可以预计的是 随着这一波下饺子的放缓 以及下一波造舰高手的来临 国产舰艇将逐渐全部拦水化 远远超过该区域各海军的规模 而即便美军不断增加太平洋海域的军事力量也无视于补 最终美军将整体收缩重新被赶回太平洋深处 中美海军舰艇真实的实力差距 我军真的还在落后吗 近年来 随着我国的军事实力的大涨 这也让世界各国对我国刮目相看 我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重 我国海军实力同样也是在不断上涨 现如今我国海军有双航母服役052D以及055驱逐舰上 075两栖攻击舰都在下水誓言 003号航母也在加紧建设当中 海军取得数字大的进步也是来之不易 在取得数字多的成就之下 不免就会有人问道 我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究竟有着怎样的落差 对此专业人士做出了对比 航空母舰对比 美军先驿航母就拥有11艘 包括尼米兹级10艘 以及福特级1艘 特别指著的是 美军现役的航母全部采用核动力弹射航母 起飞的方式上就与我国不尽相同 反观我国现役航母仅有两艘 包括辽宁舰和深冬舰 并且常规动力全部都是采用华越起飞型航母 整体实力上就差了一个档次 但是我国的003航母正在加快进舍当中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 配备了电子弹射系统 这项水平的提升 能够大大拉近两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两栖攻击舰对比 美军拥有10艘两栖攻击舰 集中黄蜂级8艘 美国级2艘 除此以外 攻击舰还配备了运输直升机 攻击直升机 垂直起降攻击机 通用直升机 还能够搭载鱼鹰直升机 反观我国 075型两栖攻击舰还未服役 两栖登陆作战远不如美国 中美海军舰艇真实的实力差距 我军真的还在落后吗 图为尼米兹级航母 驱逐舰对比 美军拥有68艘驱逐舰 其中可发射2-3防空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多种导弹 而反观我国则拥有31艘驱逐舰 除了005驱逐舰有所超越以外 其他型号均不敌美军驱逐舰 护卫舰对比 我国海军拥有107艘护卫舰 核计总排水量246400吨 反观美国仅有22艘护卫舰 总排水量也只有6万吨 美军拥有74艘核潜艇 其中包括我12艘攻击核潜艇 和其核潜艇的最大深潜 噪音水平 水下航行以及携带武器数量 均优于我国近来服役的 各型093核潜艇 而我国只拥有22艘核潜艇 其中包括13艘攻击核潜艇 因此我国攻击型核潜艇 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与美国存在着就大的差距 常规潜艇对比 我国现役常规潜艇有60艘 核计总质量为16万1400吨 而反观美国机场用潜艇 却为零艘 通过以上的对比 可以看出 中美之间的海军实力 除了护卫舰以及常规舰艇之外 我国海军在整体实力上 是远落后于美国海军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 我国在南部海域局部上 频频处在弱势上 虽然我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但是我国海军却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加快建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海军能够达到与美国海军同时超越美国海军的实力 最后我们还有很大可能把部分精力放到发展核潜艇上 目前我军装备的093攻击型核潜艇和094战略核潜艇 相比于美俄的核潜艇还存在一定技术上的差距 如果PL黑恩还能在核潜艇装备上再上一个台阶 拥有如同俄亥和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以及弗吉尼亚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这样的装备 那其装备体系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完整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我们期待